请问世间所流传过种大灾难的预言说法是真的吗? 那我先要问两个问题 这个看向算命先生说一个人命运 你说是真的吗?真有命运吗? 风水先生讲地离风水 是真的吗? 业余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信则有不信则无 那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呢? 确实有人信有人不信 这个是中国外国都一样 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 相信的人也不在少处 不信的人也很多 那到底有没有呢? 那我们看看佛法里面所说的 佛法将因果 世间叶道经上讲得很清楚啊 中国道教 太上感应品一开头就讲这个问题 我说是真的吗? 佛法无门 为人自找 一应果报啊 一应果报如阴随行 佛肯定这个事 其极乐跟我们售破世界有没有差别呢? 跟主说毫无差别 大经里面佛告诉我们 大经里面佛告诉我们 有差别怎么起来的呢? 世尊说的好啊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真的 这就是说明原因的 我们跟阿弥陀佛 跟释迦牟尼佛的差别在哪里呢? 他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现在有妄想 有分别 有执着 这就是说明 他是一个 没有分别妄想执着的佛 那我们现在呢 是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佛 都是佛 不一样了 那我们要是把妄想分别去掉 放下 舍弃掉了 你跟阿弥陀佛 跟释迦牟尼佛就没有分别了 这个华音经上讲的皮诺尖纳佛 也没有分别了 完全一样 智慧一样 得能一样 佛报一样 确确实实没有差别 那么你今天为什么不肯放下呢? 佛讲得很好啊 放下 放下 对事处事件 业切法的执着 那你就叫阿罗汉 阿罗汉放下了三分之一了 那么再把分别放下 你就成菩萨了 菩萨放下了三分之二 还有三分之一 那三分之一是妄想 再把妄想放下了 你就成佛了 所以你要问 我怎么修行 我怎么修行 修行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了 放下才叫真正修行功夫 就放下就是啊 为什么不肯放下 我是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 因缘很殊胜 遇到张教大使 头一天 是我夜生当中 第二次见出家人 就是见他 我就向他请教 那我说佛法好 我知道了 有没有什么方法 让我很快点就能欺辱 他就告诉我六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看得破是明了 是智慧 放下呢 真功夫 就真的回头了 怎样看破 要放下 你再看破 然后看破呢 帮助你再放下 放下帮助你再看破 就是这四个字 从初发心到如来地 八万四千发门 无量发门 都离不开这个原则 离开这个原则 就不能拼就 所以这个是修行的 总纲理 总原则 社方三是一切祝福修行正果 就是这么成就的 看破是真学问 放下是真功夫 所以 所以 只要你放下一切的悟念 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语 不善的行为 灾难就没有了 大臣经里面佛说的好啊 水灾 你看现在 报纸上常常报道 南北级的冰 在加速度的融化 这是大灾难 联合国在前几年 发布了一个讯息 说两千一本 也就是说 现在是今年是两千零六了 再过几天就零七了 那就换句话 还有九十三年 九十三年之后啊 这个地球上啊 再也看不到冰了 冰这个名词 就变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冰没有了 冰没有了 诸位知道 这问题很严重啊 海水上升 要上升七十米 预算的时候 水要上升七十米 全世界 靠海岸的都市 统统被淹了 这个是大灾难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呢 佛说的 贪心 贪心 所感到的是水灾 成会 感到的是火灾 欲吃 所感到的是风灾 心里头不平 不平所感到的是地震 这是佛讲的 你看你们这个天然灾害啊 如果我们没有贪心 那个冰就不会融化 谁又会戒成冰呢 我们没有成会 就没有火山了 我们没有遇迟 什么台风啊 飓风都没有了 龙泉风都没有了 我们没有不平 心平气活 地震就没有了 你说是不是 赶音篇所说的 霍夫无门 为人自招啊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灾难有没有呢 好像是有 为什么呢 走遍全世界 哪个地方的人 没有贪心吃麦 贪心吃麦要到保护点了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什么灾难都会出现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甚至世界上许多宗教徒 认真修行的人 都是在化解灾难 确确实实 古人讲的 一百个人当中 有一个修审 灾难都可以把它摆平 虽然不能消灭的时候 会减轻 百分之一了 这个比例在今天做不到 在我想大概 一万人当中 有一个善人 这个大概差不多 应该有这个数字 真正发行 把自己修习的功德呢 浑向祈求世界和平 会有效果 所以我们过去看这个日本江本波斯 他做了一个事业 日本的琵琶湖非常大 像海一样 那么靠近岸边上有个小的海湾 这个湖 湖的湖湾 二十多年 因为他那个水流不出去 死水 所以水很臭 很脏 走到那边 人家都是沿着鼻子耳垢 他就在那个水边上做了个实验 找了三百五十个人 请了一位法师 好像九十多岁的 一位老法师 带领大家 做祈祷 一个小时 集中一念 大家起一个念头 念什么呢 湖水干净了 就念这一句 湖水干净了 三百五十人一起念 念了一个小时 三天之后 湖水真的干净了 最日本的这个新闻报纸 多大的报道 从来没有方法解决的时候 他怎么自己干净了 而且继续保持着半年 半年的时候又不行 那你这个祈祷的力量 你看看 三百五十人一个小时 能够叫他保持半年 这也就很难得了 如果每个月祈祷的时候 那不就永远干净了吧 那我们从这个道理说 来推论的话 要引申来说 如果我们全世界的 这些善心人士 一万人当中有一个 那也就不少了 七十亿人的时候 相当口感了 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能够真正觉悟 每一天的时候 做这个祈祷 希望世界好平 冲突化解了 真的会有效果 这个是很值得提倡的 真正能产生效果 那我们现在这个 各家地区多则多难 那我们修佛的人 修道的是 甚至于其他宗教 哪一个不祈求 社会安定 这个地区 这个灾难能化解 都有这个意愿 所以说 虽然有人讲灾难 怎样怎样的是吧 我看都化解了 两千年 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 发苦 十六世纪 North Thomas的语言 这个是世界上人 都是很相信 四百年前 他讲世界末日 在哪一天呢 在1999年的年底 到年千年 这世界末日 那一天平平安安过去了 没事 好像过了几个月吧 三四个月 那边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院院长 讲了一句话 说明明 这个时候 世界末日先前 怎么会没死呢 非常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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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了 我说你可以把话传给他 为什么没死呢 因为这一桩事情 四百年来 四百年来 全世界人都知道 我相信 在99年 在2000年 全世界的宗教徒 都为世界和平祈祷 我们从这个琵琶符 这个例子来看 这个真的有效果 它就化解了 那么现在又过了六年了 今天零六年了 都没事了 于是人就不相信了 那个造业干坏似的念头 又起来了 起来说 现在这个好像这个灾难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明显了 只要这个世界 佛家讲得好 静随心转 静是环境 环境是随着人心转 人心善 它就变善 人心不善 它也不善 静随心转 所以我们 哪里有灾难 不要跑啊 逃不掉啊 灾界难逃啊 怎么办呢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灾难就化解了 这才真正叫 消灾灭难了 到哪里逃啊 这是为了挖很深的地洞 地洞也没有用啊 海水一淹掉了 你永远在海水底下 你能活得凉吗 没用处 所以真正消灾灭难 是断无修善 不要怕死 我们救自己 还要救别人 怎么个救法呢 就这四句话就能救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这才是真正的 化解灾难 什么样的预言 请了我们可以做参考 我们加工永恒 格外的努力 来认真修学 这个灾难可以化解 有后宽 佛经上告诉我们 供业里面呢 有别业 有不供业 所以任何一个灾难来的时候 人不会死完 还会有一些 那不是幸运的 他又不供业 所以供业里头又不供业 我们人只要好好的 纵然造作罪业 改固自新 都是好人